Hello大家,今天这期的主题是如何把名画中的配色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穿搭中 第一套搭配灵感来源于印象派大师莫奈的作品 这幅画叫做《极维尼的黄色鞭尾花》 整个色彩搭配非常有质运力,非常适合我们做一些春日搭配 对于衣柜里这种低饱和度色系衣服比较多的朋友 印象派的作品真的可以在颜色上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启发 我想搭配的是我身上灰色的针织背心和印花的一个衬衫 这幅画的配色让我想到这种灰色系的上妆可以搭配这种绿色的一个下妆 同时它的画面里也出现了非常亮眼的黄色作为点缀色 也可以把这种黄色作为饰品出现在这套搭配里 整套颜色都是一个比较轻盈的感觉 所以我在选择饰品上选择了这种比较有轻盈感的这种银色 非常艺术 然后又很春天的一个感觉 这一套其实我们按常规就是最保险不会出错的一些基础穿搭思路呢 就是做一个顺色系搭配就比较安全牌 但是呢也不会有那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如果是想要尝试一些不一样的配色方案的话 就可以多从这些世界名画里面找找灵感 喜欢顺色搭配的可以抠个1 喜欢这种跳色撞色搭配的可以抠个2 那下面第二套呢我依然是参考了莫奈的画 来自于它的睡帘 因为我是想要搭配身上这件印花衬衫 整个就非常有那种波光灵灵水光荡一样的感觉 我们最常规的配色思路肯定是要选择一些比较偏基础色的单品跟它放在一起 比较偏休闲感的牛仔裤 最基础的卡其色的一个西装外套 基础 然后也不难看 然后直到我看到了它的这幅画 各种各样深深浅浅的绿 然后里面呢再出现了一些蓝色调 同样也出现了一些提亮的黄色调 我灵机一动发现刚好黄色蓝色的单品我都有 结果这一套的颜色就是出乎我的意料 放在一起真的非常的和谐 看到这幅画之前我也没有想到这种墨绿色的衬衫可以这样打 那我们这种西装的袖盒可以加一根皮筋把袖子给撸上去一点 这样也可以露出里面的印花衬衫 配饰上面呢我也选择了就是比较复古的路线 粗粗的一个金色的蛇骨链 耳饰的部分也比较的值得一提 做旧的复古金色的一个山茶花 整个一套也是一个非常艺术系女生的感觉 喜欢这种比较偏基础色系的可以扣个一 喜欢这种有一些壮色的可以扣个二 下一套的配色灵感是来源于哪幅画呢 美国的一个现实主义画家 他叫Edward Hopper 他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画家 他的画整个就给人一种非常沉默的美感和孤独感 他的色彩相对来说饱和度会更高一点 有些会有一些强烈的色块的对比 比较适合喜欢一些稍高一些的饱和度 或者比较喜欢偏复古风的朋友 想要搭配的是我身上的这个衬衫 他的这幅画叫餐厅里的阳光 整个画面的主色调不就是我这件衣服的颜色吗 画面里的这个绿色是有一些深浅变换 除了绿色呢还有一些红棕色和一些蓝色 可以用它配这种复古牛仔蓝的这种牛仔裤 这个红棕色就可以出现在我们包包或者鞋子的部分来点缀一下 然后我就选择了这个包既有红棕色和这种牛仔蓝 这双乐服鞋呢其实它也是这种红棕色和深蓝色 这种藏青色拼接在一起的 整个配色的话就非常的完整了 下面这一套其实我想搭配的一个单品 最近才收到这条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流苏的半裙 浪漫复古嬉皮感觉的单品 它其实本身配色也很丰富 关于这种棕色系的单品该怎么搭呢 就比如说毕加索的这幅画 棕色不管是跟一些深蓝色 或者是跟一些很明亮的一些亮红色放在一起 都是非常亮眼的搭配 这一套因为整个单品它造型感是比较复杂的 把颜色的部分尽量放在配饰上面 就比如说包包或者鞋子上面 我觉得上半身比较适合搭配一些比较简洁大色块的衣服 这件衬衫的风格跟这条裙子的风格就非常的统一 还加入了一个风格很统一的珠珠的一个项链 包包呢还是选择了这个 看这个包的配色就知道了 咱就是说这种蓝色跟这种棕色真的是绝配 如果是一些基础款的衣服 那么你可以在颜色上面去做叠加做文章 如果是这种本身风格感就比较强烈的衣服的话 那可能在颜色上就需要去做剪法了 下面这一套的配色灵感呢也是来源于一个印象派的画家 他是美国画家叫丹尼尔·加伯 如果整个画面它的色彩是比较丰富的话 我们有时候可以直接选取局部颜色来进行参考 它这个粉色搭配的非常柔和 然后一点都不艳俗 这幅画给我的灵感呢就是可以通过印花来做一些过渡 那我就选择了刚刚的这件印花衬衫 让这个粉色跟这个鸵色之间有了一个比较自然的过渡 尤其是你在做了这种叠穿 不管是图案碰撞也好颜色碰撞也好 最好把袖口的这个层次给它露出来 大家可以换成那种透明的那种皮静 衬衫它这边是有一个这种折边的设计 刚好就可以这样翻出来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搭配的时候提供一些新的配色的思路 如果你喜欢这种配色主题的视频的话 也可以多多给我留言 咱们可以把它考虑做成一个系列 那就下周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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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